11月16日上午,电视剧《女心理师》正式官宣,11月23日起,每晚6点是6点,不是一般情况下的晚8点,优酷独播,《女心理师》由杨子、景博然等明星主演。 早前,这部电视剧一度被认为即将在湖南卫视方面播出,甚至于,早几个月的时候,这部电视剧更是已经传出了即将定当的讯息。 不过,11月15日晚间,湖南卫视在播出电视剧《星辰大海》的广告时间段当中,播出了电视剧《陪你竹风飞翔》的定当预告片,告知观众,这部《陪你竹风飞翔》将在11月22日和观众见面。 这意味着,湖南卫视《星辰大海》之后的接棒剧已经非常明确,所以,对于杨子、景博然主演的这部《女心理师》来讲,似乎已经没有继续等待湖南卫视档期的必要性了。 关于湖南卫视的接棒电视剧,没有选择《女心理师》的原因,我个人的猜测是,该剧的男女主角都是自带网络人气很高的明星, 这是一把双刃剑,好的一面则是,这群明星的粉丝们确实能够为电视台带来一定量的观众数据,但是,同时,也会出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剧作质量不佳,有观众批评声音出现之后,容易出现粉丝型网友和普通观众之间的互加,这种互加,显然会造成网络和平台方面的乌烟瘴气。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网络人气很高的明星主演的电视剧作品,上新播出,也不一定收视率就会很好。 自从总局的中国视听大数据上线之后,大家通过这份脱水的收视率数据榜单进行观察之后发现,真正影响剧作收视率的,往往是作品本身的质量,而并不是什么明星主演。 这份时候,很多没有明星,但剧作质量非常高的作品,反倒是更容易成为收视率上的爆款。 所以,未来层面上来看,电视剧制作重新回归质量,而不是流量明星阵容,是非常明智的作法。 而对于青年演员们而言,努力通过优秀的作品打造自己的品牌效应,而不是成为流量明星,也是最为稳妥的。 其实,当下来讲,很多流量明星们主演的电视剧作品,不仅仅是卫视平台方面非常谨慎,连网络平台都较为谨慎了,甚至于剧评人做影视剧分析文章的时候,都不愿意提流量明星的名字了。 与女心理师的两位主演而言,杨子何景勃然被归为流量明星,似乎也有不妥,这两位演员是有作品的,尤其是杨子方面,大量观众都是看着她的家有儿女,然后看着她一点一点的长大的。 这位青年演员在成年之后,拍摄了部分玄幻类的流量类的电视剧作品,似乎也确实积累了一些流量粉丝,但这些粉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低端的,缺少质量含量的,甚至于未来一定是阻碍杨子个人发展的。 对于杨子而言,其实应该回归到早期的高质量剧作序列当中来才好,而女心理师这部电视剧,基于目前的物料资料和预告片内容来看,是可以给予一些厚望的。 剧情梗概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温度感来,大家不妨管中亏报。 因为一次自杀干预公益广告的事件,女心理师贺顿杨子饰演的事业受到巨大冲击,情绪低落的贺顿和闺女汤小溪去餐厅吃饭,意外认识了傅家辉和前开议景博然饰演,并在前开议的坚持下,两人合作主持了一档情感类心理电台节目。 前开疫情速暗生,电台节目开展顺利的同时,贺顿心理咨询工作室的经营也越来越忙碌,然而此时,贺顿的恩师西明聪被爆出丑闻,在为恩师寻找真相的途中,贺顿却发现了恩师不为人知的秘密。 接着闺蜜汤小溪被卷入小三河与父亲矛盾的风波中,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发现傅家辉利用自己报复恩师西明聪,接二连三的事情,使内心忧郁的贺顿的梦游症再次发作。 一段关于贺顿时痛苦经历的尘封往事,再次浮出脑海,最终贺顿选择关闭心理诊锁,带着母亲去环游世界。 旅途中贺顿对母亲的误解也终于得到澄清,贺顿多年来的心结也终于被解开。 如果这部电视剧坚持心理诗的叙事定位,更多的去呈现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缓解之道等等的话,那这部女心理诗可能会是一部非常具备情怀感、温度感的作品。 如果这部电视剧只是打着心理诗的旗号,把大面积的篇幅搜给了男欢女爱,那就是典型的偶像剧入署了。 所以,杨子,景博然主演的这部女心理诗,有可能会成为优质佳作,但也有滥足的风险,我们不妨静待剧作开播,届时在意,文马庆宁。